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 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秦。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凯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饭。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像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凯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氏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肩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峙, 未得机会分宿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 所告的并没有我所溺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借他到凯撒那里去。 亚基帕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 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仗威势而来, 同着众谦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 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 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 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 当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尚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借去。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 唯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沉纵。 据我看来, 借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